這台乾爹的法拉利 它買多少當初 應該是將近1900萬 你對於花1900萬買車的想法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有階段的 順便講一下好了 我人生第一台法拉利型號是F430 長紅的白色紅內裝 因為我在就我學生時期的時候 F430剛出來 所以對於那時候的男大生小男孩來講 F430就是那時候所有男人的夢想 好不容易這個事業上存到一點錢 也買了房子 有那個想法 想要把自己的車子也在這個階段 可以完成這個夢想 那我就去蒙地拿的中古部門 買了它之後 一切都不一樣了 我買那台車對我來講壓力很大 雖然沒有用到貸款 但是我出門得考慮我的目的地 停車位要停哪裡 我以前的想像會是 有眾人的目光來看著我 實際上我是一直在擔心旁邊的車子 或是摩托車會不會A到我 好像沒有我預設的那種喜悅 反而一直戰戰兢兢的 然後